聽得到嗎? 可以 他先說你是什麼單位? 我是桃園地鐵促進協會的副會長 我們當初會組織這個會 也就是因為政府要搶人民的財產 我們都是苦主 我們都是土地要被徵收 房子要被拆 那時候馬英九總統要到桃園縣政府頒獎 我們警察跟我們的總幹事跟會長有聯繫 說我們可以去跟馬總統陳勤 結果也是警察引導我們到承抗期 安排一個期益給我們 當時我們有說要申請 他說你不用申請 你絕對不會過 是中立的警察高層的說你不會被通過 然後我們去陳勤的時候 因為要跟馬英九總統陳勤 是因為桃園的這個縣長 要搶我們的房子 搶我們的財產 搶我們的土地 因為要做鐵路高架 然後要做閻林大道 閻林大道就要拆很多的民房 還有要徵收農地 要拆房子拆四千多戶 四千多戶 哇 多少公頃 農地六百多公頃 要強制徵收 六百多公頃啊 很大耶 六百三十五公頃 然後因為馬英九總統要來 警察叫我們去跟他陳勤 然後我們就說馬英總統 馬英九總統救救我們 三個會長總幹事還有副會長 三個就被抓 要被求刑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三個一個人七年 加起來二十一年 最高的罪 就是說我們 集會遊行法最高的罪 集會遊行法 守謀跟暴力 那你們有什麼暴力呢 我們完全沒有 我們還可以送光碟給你們看 當天的光碟 所以說這種惡法 這種惡政法 欺壓百姓 他把我們的 土地的公道限制都往下調 然後呢 按照公道地價加四成年 我們不能陳勤 也不能講話 講話就要被抓起來求刑 抓起來關 就是這樣 那你們有打官司嗎 已經被告了 已經 檢察官已經 把我們 求刑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現在已經 進入桃園地方法院的法 第一審已經問過了 要準備要第二審 第一審是怎麼樣結果 是有罪嗎 是有罪嗎 第一審結果是有罪還是 不曉得 現在還沒有判決 還沒有判決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說 政府要搶人民的財產 你們不能開會 你們也不能陳勤 有這種政府嗎 你如果去開會 或者陳勤的話 就抓起來關 而且要關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不能記憶 也不能罰金 不能 不能記憶 不能記憶 也不能罰金 所以一定要關的 一定要關的 這種政府 我認為身為台灣的 人民 很可憐 很可憐 是檢察官說不能 不能罰錢 對 是檢察官求刑 已經求刑下去了 叫法官要這麼判我們 一年以下 七年以下 那他的理由是什麼 你說沒有暴力 紀重跟暴力 怎麼樣的暴力嗎 到底是怎麼樣暴力 他說我們打警察 你們有打警察嗎 警察當時比我們多六倍的警力 你們有幾個人 我們只有四十幾個 你們有四十幾個人 對 是年輕人還是老人 老人家 多老的人 都是土主 都是要 房子要被政府搶 土地要被政府搶 那你們的老人 是幾歲的老人 八十幾歲的 八十幾歲 四十幾個人 你們八十幾歲的人 有幾個 有二十幾個 二十幾個 八十幾歲的人 七八十歲二十幾個 二三十個 七八十歲二三十個 那剩下十幾個人 是年輕人 都不年輕 都沒有年輕人 沒有年輕人 我最年輕 你是幾歲 我五十三歲 五十三歲最年輕 對最年輕 然後他說你們打警察 對 那警察你看他是幾歲 蛤 警察是幾歲 警察都是便衣的 都二十幾歲 警察二十幾歲 那你們有把他們打受傷嗎 完全沒有 動到他 也沒有碰到他一隻寒毛 這種惡證 那他的證據是什麼 他說他跟法院說 你們打他們是什麼證據 他成光碟 那他的光碟 跟你的光碟內容不一樣嗎 一樣我們是從法院 拿出來的 律師拿出來的 改天我們可以記一張給你們看 有這種惡證 要搶我們的房子 要搶我們的土地 搶我們的財產 你還不能撐情 撐情去抓起來關 所以你說那個 那個警察 檢察官的證據 你已經拿到手上了 那上面他們沒有照到你們打警察的 完全沒有 那他用什麼理由說你們打警察 所以說這個叫惡證 不是問題是 他拿出來的東西根本沒有打到警察 完全沒有 那他拿出那個有什麼用 那法院怎麼會受理 所以說這個就是 法治國家嘛 政府大官要搶你的財產 你不能有成群 成群抓起來關 那你方便把那個檢察官搜證到的東西放在YouTube上面嗎 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啊 你寄給我之後我可以看啊 你寄給我之後我可以看啊 那個YouTube上面就有啊 已經有了 你方便把它寄給我嗎 不是我是說現在他講的是 就是那個檢察官 檢察官 檢察官起訴的部分 拿出來的證據說你們打警察 那這位先生是這樣說的 那他說你們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 那他最年輕五十三歲 那那些警察是二三十歲的壯人 但是檢察官說你們打他 是喔 對 這是你說的 我不知道 他說我們暴力啊 對對對這是檢察官說的 然後我就想知道說 欸那麼誇張 你可不可以拿出來看看 那個他起訴的那個光碟的影片 到底是怎樣 那警察全程收證光碟可能 那個證據那不方便說整片給你 我可以截錄部分給你看 喔 那個在YouTube上面就有 好好好 你就把那個給我 好 明天要給我們總幹事 這是我們總幹事 好 被抓是 主委長總幹事三個 他是抓頭 所以你也被抓了 鎖定了他也被抓了 他也是 二十一年的其中之一 請問你 我方便問你的職業是什麼嗎 怎麼會被認為是暴徒 我職業是商 喔你是商 喔 那你呢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職業是 以前是里長 現在是資根農 資根農 對 國家搶我一千七百多坪的體力 一千七百多坪 對 請問一下你有 以前有犯罪紀錄錄嗎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良民 我五年內絕對沒有犯任何的事情 五年以上就有了 對 不是啦 五年以上 應該是三十年以上沒有了 三十年 年少輕狂的時候有過 三十年來都是良民了 對 所以不能成群 也不能講話 講話就要抓起來關 對 所以你已經 這種政府 那你是良民吧 是 沒有 完全沒有前科 完全沒有前科 好 有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是 真的是報名 你也不知道怎麼會是 是 可以查我三十年沒有 維景紀錄 好 三十年來都沒有了 表示年少輕狂過 對 所以說 一定會火大了 對不對 你要搶我一千七百坪的農地 你說你會不會生氣 一定生氣的 不是一千七百坪 一百八十六公頃 對 一百八十六公頃 我們是六百多公頃 六百三十 五百 五百三十二 五百三十二公頃 農地 五百三十二 那你一百八十幾 八十六 第一期 他分兩期 現在我們的政府 現在我們的縣 都縣長了 全部要搶這邊的財產 對 那你不能講話 講話就抓起來關 就是這樣子 這種惡政府 我們不敢在桃園縣政府抗爭 一抗爭就被台 抓起來關 我們就桃園縣政府抓了 你有被台的引力嗎 有啊 上次有啊 被台過一次啊 我們只四五個人去 他照樣跟我們台 就是也一樣嗎 飲酒去頒獎啊 那天啊 他是A7的風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在台到的時候 就認識他了 他們被台之後 結果我們 那附近啊 拍出所就馬上 馬上去那個啊 去打 去家裡找的 蛤 拍出所的警察 馬上 我還沒到家 我在被台 他就去家裡找 為什麼要去找你 意思是說我去抗爭啊 就去家裡找家裡的人 喔喔喔 對 就這樣子 就告訴他們說 你們家的這個 對 你們家媽媽 被拆走了 被拆走了 對被拆走了 對 這個就相對的就是 跟以前的那個 白色恐怖一樣 因為人都還沒到家 你就去家裡找那個人 那這樣是不是太離譜了 而且 而後 直信他們 將近一個月 都是警察每天在門口站剛 警察每天在門口站剛 對啊 真的啊 在門口 這是事實啊 事實啊 我們還早上 病人是這樣子啊 病人是說 這不知道什麼政府啊 真的啊 真的啊 而且他也會去問 對面鄰居說 那個某某人的 小孩 讀哪裡 現在不是在哪裡嗎 在國內還是國外 都去他的一清二楚 你看 我們這部分再另外講一個 因為這是另外一個議題 好不好 這是人權議題 謝謝 歡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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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